HELLO YouTube,我是Jason,我們回來繼續玩Fellheim 上一條影片我們就只玩了openning 還有觀眾就問為什麼沒了一個webcam 所以我們這條影片就開一個webcam 上一次,第一條影片我們只玩了最基本最皮毛的東西 很多東西都真的不想玩 但我們今天應該理論上來說進度比較好一點 因為我偷看了一點的教學 我們應該做什麼呢? 我們應該如無意外,我們要做宵夜食 因為上次我們打了野豬,我們可以燒野豬肉吃 我們燒野豬肉呢 我們必須要有這個 工作台,不是工作台,是烹飪台 這個烹飪台應該可以放在火上 之後我們就可以烹飪食材 沒有任何可以噴任的物品 竟然 那就是我要出去打 要出去打動物的東西 OK 我們出去打動物 上次我完全不明白我們那個飽食杜之類的那個是怎樣玩 那但是呢 左下角的那個血量和食物的那裏呢 其實是可以吃三種不同的食物 然後呢 是可以把那個飽食度和那個回血呢 是可以提高一點和好一點的 那隻鹿可不可以真的在那裏呢 我想過來咬你 我們潛行過去打那隻鹿 因為上次我們打野豬,雖然拿到皮 但是好像就不覺得 就是有這個肉 但我們潛行有點差,我們的角色 他很快就能看到我了 OKOK,沒問題沒問題 潛行提升 我們要走兩步停一停 喂,有另外一隻鹿跑過來 OK,我們今天在開球 我們第一件事我們先 嘩 嘩,直接衝過來幫我打吧 你這個人這麼有型 哈哈哈哈 生肉,鹿皮,鹿皮尼尖 我們可以做 想死也不是這樣吧 這隻,這隻不需要使命 背寶寶 我決定武器呢,我們不要用這個 石斧來打 用這個石斧來打怪呢 好像感覺上是不太好 我們都是用這個木棍來打 因為這個才是武器來的 好了,我們可以燒這個 肉 兩塊 燒肉呢 好像是 它會 直一聲,然後燒熟的 好像是會 然後我們要拿它下來 因為如果我們燒得太過 太過勁的話 它會燒洞 但是 什麼時候才會知道是熟命呢 噢,它會遲一聲 然後呢 嘩,不是啊 不要鬥東西 蛤,著火啊 下水下水下水 弱智嗎 哈哈 輝B仔 食慾 這個我們可以食慾 那我們現在呢 它每一個食物呢是有 持續1200秒 治療2HP per take 它的中文翻譯呢 是有一點點不太準的 所以這個沒辦法 那我們現在有吃燒肉 有吃這個 士多啤梨 OK Perfect 然後呢 在河邊這裏呢 我起初以為這些是蛇 但是這些是flint stone 啊,對啦,我們可以弄刀的 那這些flint stone 全部在河邊 在水邊 是有一些 這個我為什麼會知道呢 因為 看了教學 看了教學 就知道在河邊 水邊有東西 還可以釣魚 有沒有看來 有魚 哇,你看看那些水 那些水的physics 是比Syperpun Syperpun躺著又中槍 真的不是開玩笑 那這個我們可以弄刀仔 可以弄刀仔,拿一些flint stone來 這個我們 再撿這個 撿多幾顆 然後我們回去弄一些新墓東西 不過我猿毛以外我應該都會保持著用這個木棍來打 還有呢 我們今天這條片未必可以這麼快打到那隻斜血零鹿 今天視乎我們的進度多少 我猿毛以外 我想應該就未得住的 我想就 未得住的 我想就 OK,工作台 我們可以弄 可以 長茅 I like it 長茅 然後木盾 我們要四個皮碎片 剛才它不是說我可以弄 綠的 地毯嗎 是不是說可以 綠地毯應該是在另外一個 哦 還有操弓 OK 我們目標我們先弄這個 目標先弄這個弓 目標 我們的武器 把這些放在對位置 這個放在8 這個放在7 OK 長茅 反手茅 為什麼要拿 為什麼要反手茅 OK 我們右上角有個休息好了的 那個buff 那個buff其實都很重要的 因為 它會令我們可以跑遠一點 以及可以跳多一點 是Stamina 主要是Stamina 好,前面 野豬 上次我們打野豬有什麼倒楣呢 我不太記得 但是大家看到我們現在組了下角的體力bar我們去到61 之後呢 那個飽食度 我們那個史歐比利好像快結束了 讓我 看看 左鍵 中鍵 備用攻擊 喂 飛矛嗎 呀呀呀 oh shit 那麼多隻 那麼多隻 喂,這裡還有一隻 hup 我害怕 這下反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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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再吃多一點 那那那那 撿回你 哇,他衝刺過來攻擊 OK 我們這裡有肉撿到 以添加生肉 咦,如果雀掛可以飛死他嗎 喂 喂,芝麻那麼難飛 芝麻那麼難飛 還有呢 我們上次呢 我們以為 咦,那是什麼呢 What the fuck are you 我連他的名字還沒看到 我連他的名字還沒看到 色液晶尾巴 色液晶? 我們可以用來做什麼 色液晶 然後看看這裡 其實這個遊戲呢 是真的蠻漂亮的 我想試試飛貓 好像飛不飛得中他那一陣子 潛行 咦,沒東西撿的 還是撿了 已經 色液晶尾巴是否可以燒來吃的 但這個矛的攻擊動作我不太喜歡 好像很弱雞 喂,給我連miss了幾下嗎 好了,我們撿了色液晶尾巴 可以用來做什麼 我們回去燒來吃的應該也是 我們在這裡 我們收集多一點點資源 我們打多兩隻鹿 打多兩隻鹿 然後回去 弄 新裝備 然後 就是這個 我們如果要弄箭 是不是要打羽毛 我不知道是不是需要 非禮矛 嘩,厲害 然後拿個火箱過來 可不可以給我一支矛 蛤? 芝麻沒有了嗎? 不是吧 真心無畏 我芝麻沒有了 怎麼搞的 用了我幾顆這些flint stone來弄的 撿一下 幸好這些東西整個河邊都是 如果不是那麼遍船 撿一下果實 福盤子 OK 那我們回去了 剛才我們確認的一件事就是 芝麻 不是芝麻在那裡 剛才我還以為飛出去沒有了 打了幾隻鹿豬 全部都是一個蛇 不要走 他是不是知道我不夠打 是不是知道我不夠打他就走 這些人勇猛 不是 拍火還是他們 回來吧 皮碎片打野豬也可以 不一定要打這個 好了 皮碎片打野豬也可以 火把下水也穿到了 什麼事 來啊 飛不中 原來會自動撿回來了 這是什麼 符文石閱讀 這面土地艱難而崎嶇 而我們不給這時候 浸在遊蕩在各處的野豬 他們怕火和拳頭 但你可以純服他們 超超的接近他們 並投餵你吃成的食物 啊 我可以養野豬啊 原來怕火把 野豬 原來如此 咦 咦 現在我們收了一身 嘩 哇 11.6 11.6的這個 前面攻擊 覺得難 不行 沒體力 這麼難刺中他呢 所以 晚上出去如果怕動物的話 應該要帶著這個火把 他寧願看到我的火把已經走了 那隻 他是鹿 鳥就更加不用打了 鳥就更加 我們現在應該救這個 啊 滾在水裡面 嘩 你好東西 什麼啊 下水呢 呀 呀 下水 慘 嘩 幹什麼啊 浸先浸先 浸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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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先浸先 浸先 我看是不是 差一點 差一點死了 下水打架機會都沒有體力嗎? 嚇到 OK,我們 全身濕透 我們回去休息一下 這個生存系列 其實我們每一條影片 我們未必真的可以做太多 因為我想保持20-30分鐘 但是 我們每一條影片 都會有一些少量的進度 譬如我們會多製造 嘩 濕了身也能做到火 這是什麼眼快 我們無魂認領的場鋪 先認領 還未認領嗎? 可以做木盾 還是先做一條褲子 應該先做一把弓 不夠皮碎片 要8個皮碎片 我們做木盾 我們不射箭也可以的 誰說一定要射箭 誰說一定要射箭 但我們沒有褲子 皮褲要皮碎片 我想我們 接下來這一段短時間 我們會先儲一儲 而且 Repair 聽說是不消耗任何東西的 所以我們可以隨意 去到這個 維修 所有的道具 因為是不消耗任何的資源 維修 我們去打動物 打多些動物回來之後 製造好東西之後 我們再繼續 大家等我一會 我們稍後回來 咦?為什麼是晚上來的? 好了 我們用了大概10分鐘 我們打了很多 野豬 打了很多的鹿 我們現在可以做到一把弓 但我不打算合住 我打算做一條布褲 做一條布褲 加一些護甲 因為沒有理由 沒有理由只有爛衣 然後沒有褲 我們穿一條褲 裝備中 布褲 OK 那現在我們 叫做阿友的長褲 有一件衣服可以穿著 之後呢 我們還可以蓋些什麼呢 我們先拿鎚子出來 我們應該可以做一個 皮甲架 不知道可以做什麼 然後呢 木筏 我們可以做木筏 可以出海 就可以 加一具 我們可以做綠皮地毯 我們出發 去嘗試打這個 去嘗試打這個 什麼是零六 第一個BOSS 因為其實我們不讓 一些進度出來 都不是這麼好 我們燒兩塊肉 之後呢 我們就嘗試去打BOSS 我們現在那個休息好了 那個BUFF 就有10分鐘時間 我們燒完這兩塊食物 我們直接去打BOSS OK 搞定出發 我們有休息BUFF 之後我們再拍多一顆 的福盆子 那我們 我們 的Health Bar 再大一點 BOSS這個呢 我就沒有看到教學 那就看看究竟可以 打不打贏 但是相信 以遊戲第一隻BOSS來說 我想應該不會太難打吧 這個呢 赤血零六 在這裡 我們直接去找他 我們現在很慘 這個角色 又沒有鞋 穿 又沒有鞋 又沒有 又沒有 又沒有頭盔又沒有 但我看影片 或者看宣傳相 我們看到他去到中後期 其實有些裝備都挺型的 是真的很 維京人 因為他是用這個北歐神話之類的 用來做這個故事的背景 這個赤血零六應該也是其中一個 他們那些神話故事裡面的怪物 應該是吧 有可能是 赤血零六 雖然我沒有看功力去到怎樣打這個BOSS 但是我知道 好像說要召喚BOSS 是需要兩個Trophy 那我們有四個 六戰利品 對了 優良的物種 但你如果只殺六 是不能進合 Felha 英靈殿 Felha 福金 召喚著神獸 你找到了召喚被遺忘的祭壇 在祭壇獻上正確的祭品 他們便會出現 注意 被遺忘者們可不是輕易被降伏的 在戰鬥前你需要打造有威力的武器 穿上最堅固的護鴿和好好的大氣一頓 我們是穿著皮甲 還有木棍 OK 我們拿一把矛來 好刺的都可以 我想應該 完全沒問題 小木盾 再加這個矛 獻上祭品 應該是獻上這個吧 掃出犧牲 啊 看來是過獨槍 看來是過獨槍 好耶 大大隻 赤血06 嘩 嘩 嘩 他閃電了 喂 閃電攻擊嗎 OK 我們當我們自己在打Dark Souls 但我們當我們自己在打 完全沒問題 嘩 好大問題 真的嗎 在他正面打好像不太對 在他正面打呢 他有個 他會把頭撞過來 他會把頭撞過來 喂 好了 嘩 他這下放電 其實我應該飛他吧 嘩 可以把頭撞過來嗎 可以把頭撞過來嗎 我的頭撞過來嗎 我的頭撞過來 我的頭撞過來 看他放電的時候 嘩 不要 嘩 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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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逼他碰到 沒有人給他 先收一支矛 先收一支矛 先 嘩 不可以探刀 哈哈 泰皮仔 怎樣打 吃矛 嘩 嘩 準備定幾下 一支矛 要飛他 5分鐘打你 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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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看他的分不太難打 嘩 嘩 那一支矛 那我盾其實沒什麼用 解除了 我的盾 嘩 AOE damage 吃矛 16.6 damage 我們用這個飛矛的策略 其實是打贏他的 真心 我用刀子刺爆他 拿刀子 Sigma 嘩 起開了 其實向前撞是最好的打法 不是 我的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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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裡 撿回 Nahoo 嘩 打到下一輩子 哈哈 不要啊 他放電了 呀 打 耶 我耶 我的矛呢 今天這個標題就是 我的矛呢 嘩 向後撞的飛矛 太好了 太好了 做了幾支 做了幾支 我不用在那裡撿 嘩 厲害 這下還沒得好 多年來的 黑暗靈魂Dark Souls 收成訓練並不是浪得虛名 大家 Lisa 日本人是高手 我的頭 我才知道麻米飛穿了 嘩!這一下痛 這一下是AOE AOE damage 我知道怎樣打他了 他會衝過來用頭撞一下 然後他就會橫行 這一下是火電 然後繼續向橫行 這樣吐他的三軍 不是問題,已經看穿了他 然後他就向橫行 我以為我拿矛盾會比較大力 這一下是放電 AOE damage 哇!連續放電嗎? 剛才不是這樣的 你已經不是我認識的 你已經 不是,他用棍好像比較大力 我覺得冷 哇! 哇! 噢! 屈牆 不是啊! 他是不是有Face 2 突然按了這麼多畫面 這些 好難打啊! schwer 就是他 要相遇到 避得漂亮 避得漂亮 吐爆你 Rinse and repeat 打多幾下就搞定 OK 接著過來弄頭鎚 吐兩棍 不是問題 是不是 不是 如果有觀眾打不贏這隻BOSS的話 看我這條影片 這條影片就是教我慢慢在摸索 他只有三招 他那三招就是 放電前面 接著提高兩隻腳 然後放AOE放電 接著或者衝過來 這是AOE 接著或者衝過來做頭鎚 這下是頭鎚 這下是 撞角撞 看是不是 喂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這樣的簡陋裝備都打贏他 證明我們是有實力 哈哈 原始人的裝備都走過來 但是這個 放電 OK 而且他的攻擊也不是很大 不要 不要貪刀 不要貪刀 做人自己貪心 讓他撞一下沒有半熊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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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貪刀 AOE OK 放電 接著再偷他兩軍 向後撞 再偷兩軍 再向後撞 可以了 偷了兩軍就完成了 這個 什麼是赤血靈鹿 說了個名字這麼厲害 但是你這麼廢 怎麼這麼壓勻呢 Oh yeah 你收到 Yeah 輕鬆隨勝 赤血靈鹿 我真是 超大的頭 什麼事 硬綠角 新配方 我們有 九尾的勇士 喂 不是你先給個讚 先 按個讚 是不是應該 輕鬆取勝 不是開玩笑 恭喜戰士 帶著你獲得的秘密 亡者戰利品 反回獻祭石 並獻祭 這讓才能讓眾神對你另眼相看 獻祭石 即是一開始的那個 那個位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是什麼 獵祭愛皮 就是這樣寫 獵祭愛皮 獵祭 這個位置 我們回去 這一個是獻祭石 我們回去獻祭石 我們直接向南邊走就行 這樣 我們收 拿了火箱 喂 輕鬆取勝 其實我猜不到贏得到 因為 我剛才在想 他作為第一隻BOSS 雖然都可以說是教學BOSS 但也沒理由這麼容易 不過其實你有沒有想過 其實不是BOSS容易 而是我們有操控 而是我們有操作 這位置上不了 斜路 哇哇哇哇哇 哇 走路走路 用不著 踩爛了石頭 什麼 OK OK One Boss Down 他暫時這個遊戲裡面 不知道有多少是BOSS 但他這個 我上一條影片還不是說 他好像一個3D版的Terraria 相似的地方就是這裡 就是他有這個生存 採集資源的元素 但同時間他也有這個 召喚BOSS 打BOSS的元素 所以這個跟Terraria 是有少少相似的地方 這個 波沒有 我們 第二條影片 最經激到 第一隻最簡單的BOSS 其實可能有很多觀眾打了 都發覺BOSS不是那麼難打 在吹水 在吹 在吹虛自己 那就是這樣 做人有自信 好過沒有自信 自信心爆棚的表現 好了我們差不多回到 那個 獻祭石 剛才我們撿了他的死人頭 赤血靈鹿的戰利品 你似乎能感到 只在頭顱裡無形的力量 向祭壇獻祭 向祭壇獻祭 之後可以獲得神秘力量 是不是可以 啊 我最初沒有留意到 就是他 1 2 3 4 5 5個BOSS 這一隻是最小的 赤血靈鹿 獻祭 他的Dude角是鋼鐵 一般的存在 可以開山屁石 他的提升魚雷冠耳 他的尖 尖 尖利沙啞 他這一個呢 簡直是 BOSS教學 告訴你他有三招 用角撞 之後 還有用 用AOE 擊活神力 哇 你跑和跳的技能更強 跳躍耐力值消耗 減60% 跑步耐力值消耗減60% 擊活神力 哇 幸會 我們現在跑和跳 消耗的 精力 應該少了 應該 你獲得了赤血靈鹿力量 請在你需要的時候使用 他的下一個目標 你的下一個目標會再 你的下一個目標會再 黑五 吳山女 去難得探索並發現遺忘的寶物和資源 古樹長老陣隊等你 OK 我們下一個目標 已經添加過 下一個目標是這一隻 還是什麼 他不告訴我 在哪裏 我不是要 我不是要加位置嗎 那我怎麼知道在哪裏 那我怎麼知道在哪裏 做什麼 嘩 擊活了赤血靈鹿力量 哦 要擊活了才會 他 什麼 竟然20分鐘 喂 但是 怎樣 喂 他不告訴我下一個 大佬在哪裏 那我怎樣 深之最林中王 深林王 深林之王 呃 他這一個 就有石碑 告訴我 斜血靈鹿在哪裏 但是他下一個 他不告訴我 那我怎樣 好嗎 呵 隨便吧 我們激活了這個 赤血靈鹿的威力 就是可以令我們可以跑得快一點 跳就跳得 消耗力量就低一點 那這個呢 我猜 維持五分鐘應該是 我猜 現在還有四分鐘定低 我猜 這個呢 就是我們今天挑戰 第二條片 這個生存 我們很快啊 不知道為什麼 今天已經打了個BOSS 那我們呢 下一條片回來會做些什麼呢 我們看看我們 剛才打完他之後呢 我們好像可以 Craft 我們好像可以Craft 呃 十字稿之類 我看到好像 我們回去看看 先 其實我們應該會在地圖上面 建很多個不同的 workstation 應該會建 木塔盾 六角稿 這個 要十個木材建一個六角稿 製作 可以開出世上最堅固的礦石 可以用來開最堅固的礦石 可以用來開最堅固的礦石 咦 其實會不會那個BOSS呢 我們可以打很多次呢 我是不是可以去祭壇再召喚 然後再打他呢 有可能可以的 我們打他才可以拿這個六角稿 應該應該是 看他的款 都像是這樣 Repair 然後呢 這個六角稿 是可以用來開採礦石 即是這些石頭我們以後可以打得爆了吧 你製作這把稿 黑暗林山有座充足的礦物資源 你可以在內陸上找到銅 在海邊找到石 然後再快去開採 那你也要告訴我 黑暗林山在哪裡才行 我想應該沿著這條上 這條是海邊 說不定我們要過了赤角零鹿的位置 再繼續向前走 有可能是 這個是大怪的鹿角 赤血靈鹿的鹿角 我們可以拿他來 拿他來 開採礦石 即是下一個地方應該是有礦石的 OK 那我們呢 這條影片我們先玩到這裏 我們非常順利去擊倒了赤血靈鹿 那我們下條影片回來 我們就去那個黑暗林山 去那裡好不好 OK 那我們今天這條影片 我們先到這裏的節目 大家喜歡如果大家喜歡 記得按LIKE 我們下條影片回來再繼續 拜拜